其實很簡單 剛才我講的邏輯 出體高工資就有高質量 你就有人財寫好的新聞 托體量 是啊 你給你最低的工資就是最低水平 所以政府思考的問題就是 這幫人很慘 當初讀書拿最厲害的人拿最低的工資 坦白說 真是厲害的人已經走了 還可以跟你蹲在那裡 做賣婆 是啊 可能他也不想被迫走 其實坦白說 這些事情我相信中國也一樣發生 以前讀傳媒 真是想做些什麼有理想的記者 你講這些東西也不需要看新聞看回來的東西 我就跟你講我親身經歷的東西 我入行的時候 不是記者 我說我那個行業 我騙入行的時候 或者我準備入行的前兩年 我那個行業的收入很高 我入行的時候 我身邊的同事 就稱一色是中大 廣東省最好的大學 然後後來我跳槽 去到後面那兩家公司 中大是正常的 基本上是中大和港外 在上海那邊的同事 基本上就是複蕩 銅濟 上外 這些好的大學 上海大學我都不認識的 然後還有比較好的海歸 那時候我在全球最大的美國公司做事的時候 北大也有的 北大的同事也有的 後來等到我準備不怎麼做的時候 就發現那些厲害的人都走了 沒有人蹲在這一行 因為人工基本上十幾年都沒有變過的 等我再去到我上一間公司的時候 基本上是黃金配置的 你可以數得出來中國最好的大學 最好的專業的北醫生 就在我們那間公司一邊的 所以我之前的那間行業就卜了街 因為人就越來越差 工資又不怎麼變 接回來的客人就越來越垃圾 就是你剛剛才說的 Top dollar Top dayland 現在最厲害的人就去華為 阿里巴巴 互聯網公司 還有一些科技公司 現在就沒有人會再去國企的了 最好的人現在就去那些互聯網公司 金融企業 還有科技公司 這個是很正常的 你跟國企比嗎? 你說你跟私企比嗎? 剛才說一開始你做的私企 後來變成IT那些厲害的 後來是國企 三種不同企業 因為我做事的那個年代 大家最願意去的地方 就是外企 外企不是說香港人開過的外企 或者隨便在澳洲人開過的外企 或者是吳伯伯強那些跨港外企 還有大型國企 就是我們朋友的保理 月秀這些 然後戰線地等到13年的時候 你會發現中國的電子商務 或者互聯網開始崛起之後 一流的人才都去那裡 我有一位同學 現在在阿里巴巴那裡做 他就說 現在基本上就是看那三、四間 三、四間最頂級的大學的畢業室 人才都去這些地方 其他外企 其實我老婆以前就去500強 跨國企業 他都跟我說現在那些人越來越差 越來越垃圾 這間公司準備埋起來給人家 這些很正常的 行業肯定有變遷的 不過你剛才說起我們說起收入 我們就說起一個指話題 我上個星期我香港朋友聊天的時候說起 我是鄭 他是飛行代鼠的前員工 他有沒有跟他說做什麼具體 他應該跟我說過 但是我沒有認真聽 應該是 但是今天的主題 主人工就不是他的 還有另外一個同事 那個同事叫Daniel 我那天就跟他聊 跟那個西人在那裡吹嘴 我說 你老美 月中的 十幾天你就可以回歸做飛行代鼠了 我說你就可以回到contest了 他說是啊 你是不是要job off這邊的課程 他說我的job繼續擋 我打算到時候做這份工作 繼續做我的未來的second job 我要做part time 我說那你很辛苦 你做part time還是怎樣 我說我不是 我做full time 不過我說每天晚上七點鐘開工 做到零晨五點鐘 我到時刻一兩個小時就再過來上課 我說你哪有定得信啊 他跟他說 唉 無所謂的 我說你現在準備去做什麼 他說原先我們很辛苦的 你都沒有訂行李 為什麼要這麼大隻 因為他真的很大隻 這麼大隻才行的 炒了 訂行李的那些 是啊 然後他說現在呢 現在就 唉 都是一樣這麼辛苦的 我們現在要去做那些貨運行班 那些地球 我說 哇 哇 都很辛苦吧 唉 沒辦法的 沒辦法的 是啊 我說那些越南人 那些三四十公斤的行李箱 你想想嗎 都要這麼做的 說到他自己很悲慘 我說 唉 沒辦法啦 找食艱難了 接著後來我放學了 我說坐香港人無車 因為香港人很好 都是我 經常載到火車站 接著我跟他說 你的老友 怎樣怎樣 我說 唉 真是很辛苦 晚上七點鐘上班 凌晨五點才下班 接著又要回來上學 這邊八點半就要上學了 我們機場過來這邊也要大半個小時 他說 唉 首先你聽著他先說 他哪在那裡讀 讀多一陣他就走 不過呢 你說他辛苦呢 你聽一下就好了 他說這些 咦 你的老闆 七點鐘去開工 可能開一兩個小時的工 班在那裡就睡覺了 一邊打牌 一邊睡覺 等到五點鐘就下班了 可能他睡到五點鐘之後就有事來了 就跟你扔一個多小時的行李 拿回你一兩個小時的加班費 然後就回來上學了 哇 這麼輕鬆的 是啊 他們這些人 上八個小時的班 打四五個小時的牌很正常的 他說這些人全部都喜歡打牌 我知道他們打了牌 經常見到他們的人打牌 那我不用扔行李 沒有行李給他扔 又是 這麼多行李給你扔 不是 他是有行李給你扔 但是飛機這些東西 就不肯定不是像中國那樣 這麼多航班 就是去扔是死你 他就不是的 那你從七點鐘上班到五點鐘下班 那這段時間他只是接貨機 那沒有的 不是很多貨機 分分鐘在那裡下來的 可能下連這一飛之後 很厲害才會下一飛 那一飛又不一定可以準時下到來 那他可能又會晚點 他意思跟我講就是 可能你做八個小時的 可能真的做事只有兩、三個小時 而且就是頭兩、三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不是做完事 剩下的四、五個小時、五、六個小時 你一邊打牌就睡覺 眼睛就睡覺 精神就打牌 接著我說 哇 那這份工作又很棒 他說 當然是很棒 不知道誰這麼多六十多歲的老爺都做 他說這些全部都做了二十多年的 你隨便抓一個都做了二十多三十年的 接著我老婆跟我老婆說 是啊 國內是航班 只要是飛得近那些 全部都是那些頭髮都白色的老爺 去服侍你 叫是服侍 但是主要是 他們都是在機上面吹水的 接著他跟我講 他說人工又很高啊 他們的工 就是他講的地勤 人工很高啊 接著後來他就說 我當初在contest的時候 每個人抓住我 我問你認識誰 誰介紹你進來的 接著我香港的朋友說 沒有啊 自己進來的 我叫你媽媽 不是脆水的 說誰介紹你進來的 他說真的沒有了 我叫你做 這麼說話是不老實的 你媽媽沒有人介紹你進來 沒有關係 你又能夠開場的 contest嗎 一個開場的 壓著市坑 是不是 誰要走的 接著後來他就跟我說 這些工人工高福利好 東西又少 每個人一等到你媽媽退休 所以質量就在到 但是你說扔行李的 現在已經沒有了 他那些炒了三分之一 之前說了 Cupup三分之一 但是他cut完之後 全部外包嗎 不是 香港人工的 他很多就跟老爺說 你媽媽你都六十多歲了 走吧 你還有多少年 你還賠錢給你 然後老爺 還有幾年退休了 做又要拿這麼多錢 不做又要拿這麼多錢 老爺也不做你了 那就走起手了 就空了一些位子出來 空了一些位子出來之後 就會給你原先Cupup三分之一的人 給你回頭 我說香港朋友就沒有這麼幸運 他就沒得回頭了 他就應該要穿腳趾了 那個Daniel那個大隻佬 他就很幸運 可能樹根盤得比較穩 他就可以回去 由扔行李變成扔爆果 其實我講一個故事的時候 我想講就是 其實澳洲它不只是contest 其實Ospos都是人工高福利 好 服務差 我們上次也講過了 Ospos跟石頭很在乘搭水 那些服務的質量就是 這個Tot Dollar Tot Dollar請一些人回來 就輕輕摸一下你兩下門 扔下那張卡片就走 他可能就拿一張卡片過來敲你門 其實我也搞不清楚 他那些下面的那些人 就是扔包的那些人 是屬於他的公司還是 僱傭工 僱傭工 有很多 有很多編制 你知道那些Ospos的油局可以外包的嗎 那些你也可以開一間油局的 好像不行 他那些 我說的那些 反正可以的那些可能有 但是我知道的那些 就一定是屬於Ospos的 你說哪些 你說扔油 扔卡片那些 那些一定是有編制 我老婆經常和Ospos打架到 反正就是這樣一回事 你想說物流水平 你和中國比就肯定是兩個世紀了 但是中國是很少錢的 但是這邊這麼高的工資 它都未必可以給到 它是不是Tot Dollar 我就不知道 實在說這就是另一種東西 這就不是我剛才說的邏輯 因為我剛才說的 這些邏輯就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 但是你剛才說的就說 就像以前國企一樣 就不用做 或者做得很差 然後就 不事盡取 但是拿到高薪 你又不用做一些很高技術陷量的東西 你可以拿到高薪 就是有些 有些像我宣傳聞 他發了一條紐卡索的影片給你 他下巴在牛下牛下喝啤酒 那些全部是七位數 七位數就沒有了 六位數 人財以人財之間的見身不充分競爭 那好像剛才拿到高薪的例子說 香港朋友說 我不認識人的 我進來沒有人信他 全部都是高薪的 全部都是裙帶關係 裙帶關係 包括之前我不是說那些碼頭上建吊機的那些 我就說 你老婆是怎樣入行的 好像是老婆告訴我 還是老婆的朋友說 就是做一些供應鏈的人說 不用想了 全部都是裙帶關係 輪不到你 你想想 你這些吊機拿得漂亮 好像是藍牆那些 用吊機開啤酒瓶都沒有用 你沒有好爸爸 沒有好舅父 或者沒有好叔 輪不到你 整個人才結構 你不是一個很充分的競爭的話 就很麻煩 你的行業屬於緊缺行業 你就可能沒有這種體驗 我香港朋友跟我說 他來了十幾十年 他跟我說 緊缺行業 辛苦行業 你移民就有運客 只要你英文OK 甚至英文差也沒問題 有些行業 都給你去玩 但是 那些不是緊缺的行業 又是混水的行業 除了醫生 醫生你有本事 考得到就是你的本事 否則的話 他知道你聰明 他知道你做得到的東西 知道你亞洲人做得到的東西 但是就是輪不到你 除非我真的找不到合適的 我剛才沒有輪到你 他哪怕我差過你都行 我不需要你這麼好 原因就很簡單 他就說 騙口而已 我講玻璃食 我們講的什麼 拿著橄欖球扔來扔去 我們那個小區裡面 就是我們的社群 上個星期發生了什麼比賽 談這些東西 你懂得談嗎? 你什麼都不懂 別人一講澳洲的Slam 那種對話方法 你聽不聽得懂 你一定聽不懂 你剛才講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靠群帶關係入職 第二個就是入職做事 是有一半時間不用做的 是吧 這兩個問題就是需要解釋 高人工就 如果你炒了這麼一半 就這麼高人工也沒所謂 你的說法就是炒了半也不用怕 那些人忙到踢腳 是吧 他們肯定不會踢腳 所以其實這兩個問題 就是你的管理有問題 你的公司內部管理 但是我就不知道公司內部管理有問題 這個問題有沒有什麼渠道可以反映上去 而下來解決這個問題 還是純粹就是用市場機制 你有沒有踢走那些垃圾企業 其實這些就是很大的問題 不過你又不可以說它不好 就是所有事情都有兩面 它這樣做 其實另外一個好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你這個社會會很穩定 每天走出街 人們多有優先 至少我在附近 多有優先 多有優先 每個人都不優先吃不優先做 每個人都可以有錢去咖啡店 有優先不是靠這些群大關係出來的 就算你充分競爭的人都很有善的 我意思是說 大家又有錢又有時間 促進消費 你不促進消費 又哪有這麼多就業呢? 我們這些移民做什麼呢? 你經濟有活力 這個都是好的一面 但是另外一面的話 其實就是 你想改變這種現狀 我知道就已經是兩個 一個競爭 一個碼頭 嗯 我想Auth Post 應該都本身八兩了 就是垃圾 人工又高了 Auth Post 肯定就不會有你的吞泡的問題 你看到一面就可以了 當然不會啦 它肯定是on duty 但是它肯定不是很辛苦 我給你一張卡片 那我真的要出去拿卡片 不是 它只想按你門鈴 等有沒有人過來 就是因為每一個人都跟你這樣燈 它就扔不完卡片 你明白嗎? 哈哈哈哈 不 它就是這樣做 我跟你說 我遇到連卡片都沒有收到 不是重的 是輕的 我連卡片都沒有收到 是怎樣呢? 又沒有收到卡片 又沒有收到短訊 到最後我就想 你老母說過幾星期了 應該來了 接著後來我就上去看 查一下 哦 你老母說 早兩天已經到了 我拿著一個ID 從我現在住的地方 走去Westview 去拿東西 但是你沒有張紙怎麼拿呢? 它不是要有一張卡片嗎? 沒有 我不用 我有我的ID 我跟它說地址它就會